谢谢大家 小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非常纠结 就是现在关于十一奉献 因为作为姐妹嘛 如果弟兄家里面的配偶不信的话 能不能完全的把这件事情敞开 就有很多的顾虑 请你帮解答一下怎么处理 对这个问题其实在 新生命热线辅导群 就是我们很多的群里面 很多姊妹问个这个问题 圣经的原则是 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顺服你的丈夫呢 当然如果丈夫的命令跟上帝的命令 向冲突的情况下 那当然我们要对丈夫要有顺服的态度 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顺服上帝 OK 如果妻子不赚钱 这是丈夫赚钱的话 说实话 如果丈夫坚决不同意 你奉献钱的话 你暂时不要奉献 为这件事祷告 但是呢 其实妻子可以做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可以坐下来跟你的先生 心平气和的谈一下 比方说谈一下说什么 你打算每个月给我多少钱 我管钱管支出 如果我自己节省的钱 比方说你答应今年给我买几件衣服 比方说用在我身上的 我能不能把我用在我身上的钱 省下来我去奉献 然后你要跟他讲奉献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奉献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奉献呢 这个是你看马拉基书 奉献是圣经上讲的唯一的 因为上帝对人的命令 都是没有附加条件的 唯一的这个上帝说 你遵循他的命令 你就能在今生今世 看见这个益处的 唯一的这个就是你在经济上的奉献 所以你要跟你的丈夫讲 我发现我们辅导的这个群众 很多的这个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OK 所以呢 发现 从我们辅导中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呢 其实 很多的这种 弟兄姊妹 尤其是姊妹 你们信耶稣 都像守律法一样的 所以呢 你们很生硬的 比方说 你的家里的人 他们他们有些传统的这些事情 你觉得你不能守 但是呢 你不能守 你要好好地跟他说 你要跟他解释 前因后果 是怎么回事 你不能生硬的 像一个守律法一样的 去告诉他 这样他听到他会很厌烦的 其实你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见证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要好好跟他说 比方说你跟他说 你说你看我信了耶稣 我信耶稣之前 我很喜欢花钱 我的注意力都在 世界上的事上面 你看我那时候花的钱很多 我自从信了耶稣以后 你看我就节俭很多了 我就不会去 追求世界的东西 我帮你省了很多钱 能不能把我跟你省的这个钱 我拿一部分去奉献给上帝 这样我也心安理得 上帝也会祝福我们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要好好地说 你别好像像守教条 跟你的先生说 哎呀我是旧徒 我必须要拿十一奉献 站在他的立场上 他不认识你的上帝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为什么要遵守你的教条 你站在他的立场 你替他想想 所以这就为什么 就是上帝给你所有的这些困境 都是帮助你 让你有机会跟你的配偶解释 我们的上帝 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 是个信实的上帝 他的背后都是有他的慈爱和信实 都有前因后果的 你跟你的家人解释清楚了 就不会有这些麻烦 我是觉得你们很多的人都是 你们把他当个教条 扔给你的这个配偶 你说他当然很难受了 是不是 其实奉献的话有很多好处 我给你们做一个见证 奉献了见证 我呢 若干年前 我带了一个 我带了一个门徒吧 算是个门徒吧 他是我的同事 我介绍他 以前我在工作 我几年前离开职场 我以前在一个大医药公司做事 那因为我还做得还不错 所以我的公司 他们挺信任我的话 所以我介绍的人都被雇了 所以呢我就这样一个 我以前认识他的一个姊妹 他那时候刚刚信主到我的 我就把他介绍来 他就在我们的上班 然后我就带他读圣经 背圣经 改变三观等等 他以前是一个上海小姐 就是特别注重外在的这种打扮 他的钱都花的精光啊 他圣诞节为了去开一个晚会 他就会花几百块钱买一个套装 就穿那么一次 然后就任一边了 所以呢他信主了以后 那我就每天中午 我们俩就一起在外面走走路了 我就训练他读圣经 改变思想内容 慢慢他的欲望就从世界就移开了 他就他就没有 再没有那个欲望去 把自己打扮的花质招展 拿去天天买新衣服了 所以呢那我也训练他十一奉献 他他就每次赚了钱 就马上把他的十一奉献那份拿出来 你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他他最后他十一奉献了以后 他还有多的钱 他又买房子了 他还存了钱 为什么 因为他再没有欲望再去追求 今生今世的这种瞎花钱的这种方式了 他就花钱就特别节俭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自己跟我讲 他说自从我十一奉献了以后 他说我的钱还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瞎花 我现在欲望改变了 我就很多地方我就不花钱了 我就省了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你看见没有你们这些当你的配偶 你的配偶是非基督徒的时候 你要奉献的话 你不能森硬的把这些教条扔给他 你要你要把这些道理 从这个道理中看出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慈爱 上帝言而有信 他说话算数 这些东西都要把他给表达出来 而且让你的先让你的老公看见 这样他就会他就会好 就是我们多半来讲 我们女人呢 我们跟男人的角色不一样 我跟你们说实话 你们也要为你们的丈夫着想 为什么呢 你是个女人 即使你上班赚钱 即使你的这个生活的重担 你都没有你的老公扛得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你呢 你即使赚钱 你99%的以上的女人 你即使赚钱 99%以上女人都是这样 你都会想 你的丈夫也在赚钱的 他也 你早了没关系 他总是在那赚钱的 但男的多半 如果是个赚钱的男人来讲 他多半都是这样的 他其实他心里对家里这种 经济上的负担会比女人要重 绝大部分都是 你仔细看的话 只有极少数的不是这样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这就是什么 多半来讲 失忆奉献来讲 对女的比较容易 对男的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男的他心里压的 这种经济上的重担 要比女的大 这就是什么 你作为妻子的话 你要理解你的丈夫这样 你要帮助他 你不要把他当做教条一样的 告诉你的丈夫去遵守 尤其是他还没信主 你这样弄的 他就把他吓跑了 他觉得这个上帝 是个什么上帝 我都不认识他 他跟我有啥关系 凭什么要我 我好不容易赚点钱 我还操心我的未来了 我怎么就把钱给他呢 是不是 所以你们就是说 你要帮助你的丈夫 还有说到这 我顺便再说一下 你看我在我们群里面 看到若干气 问什么 哎呀 我们家里他们烧钱纸 哎呀 他们又要祭拜什么东西 我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我不能弄 是这样那样 我说你上帝给你这么好一个机会 你不跟他传传福音 你上去就生硬的 把这些教条认给他 他不就又讨厌你 又讨厌你的上帝吗 你说你做了什么事 是不是 他既然他烧钱纸 你就要思想一下 他为什么烧钱纸 就跟你的丈夫不愿意奉献呀 你要想想他为什么不愿意奉献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明白吗 你要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因为我们的上帝 不是要我们做木偶 他是要我们动脑筋 要我们又要有理智 又要有情感来跟随他 明白吗 所以呢 明白明白 感谢 你的家庭 就是他们搞烧钱纸干什么 你明白他背后的意思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他们担心 他们忧虑 他们死了以后 在那边怎么过 你看 如果他有这个忧虑 你搞清楚了 这不多好传福音呢 所以我的父亲 我早年就像这样的说 我父亲呢 我的父亲 现在七十多岁了 一二十年 我母亲早就过世了 那我母亲过世的 那我母亲过世之前 我回去带他信主了 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说呢 以后呢 爸 我说你死了呢 我说我活着的时候 咱们关系好一点 你需要我就帮助你 咱死了以后 我一分钱也不跟你烧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爸 我说呢 你可能觉得 我跟你烧了钱 你在那能用 但是呢 你怎么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我知道 我给你再多钱 你死了 我给你烧 都没用的 我说如果我烧的钱 我在这烧一百块钱 在那变成一千块 或者真的变成一百 甚至变成十块钱 只要真的能变 你在那花 我包着你要多少 我给你烧多少 我说那问题是啊 你在那一分钱也花不着 我给你个金山 你也花不着 我说那个地方是没地方 你都找不着地方买东西的 都是黑洞隆隆的 就你一个人住单间 我说呢 爸 我就介绍你去一个好地方 那个地方 我说那地上的地板砖都是金字的 你说你要啥钱 要多少钱 有多少钱 而且那东西都是免费的 你也不需要花钱买 我说你如果去那了 你就不用担心 你以后死了 没地方花钱了呀 没钱了呀 是不是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你担心呢 是因为你的良心已经告诉你了 你去的那个地方 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个地方呢 它是有名字的 那名字叫啥呢 它就叫地狱 OK 你的良心其实已经知道 你死到以后 去那个地方没这好 只不过你不知道那个名字 你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啥细节 咱就告诉你 是因为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写在圣经上 我说那个地方有名字 叫地狱 而且那个地方呢 你的良心告诉你 可不是我告诉你 你要去啊 你的良心告诉你 否则你为什么担心 你去的那个地方没钱花呢 就是因为你担心 你到那个地方没这好 我说你活在世界上 你都不担心没钱花 你死了 你担心没钱花 那你的良心告诉你 你去的地方就没这好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说我没有诅咒 你说你要下地狱 我只是告诉你 你的良心其实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下地狱 所以呢 现在我就告诉你 你不需要去那 你也不需要担心没钱花 所以这样吧 然后我就把福音跟他传了 然后就带他信耶稣了 你看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是他有恐惧 他要你做这些事 他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你就千万不要 就死扣那些教条 你扔给他 他听得也烦 他也烦你的上帝 你看见没有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错过 这么好的机会 不管是你的丈夫 这个奉献的忧虑 还是这些问题 其实他的忧虑背后 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你要做一个 要思想的人 要揣摩他的心思 其实我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 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些 OK 单身姊妹在寻找终生伴侣的时候 一定要找主类弟兄 这个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个其实圣经在旧约 讲了很多很多 新约也是这样 OK 这个说实话 如果教会纪律搞得好的话 一个人找非信徒的话 其实应该被教会纪律给惩治的 说实话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 你仔细读旧约的话 你会发现 以色列之所以亡国 之所以亡国 当然他的根本原因是 他背弃上帝 但是他背弃上帝的诱导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跟外邦人通婚 这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回来以后 你看以色拉 然后这个也 以色拉和逆西米这两个是 他们背露回归以后 他们痛定思痛 然后他们思想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传统 自己足足背背 为什么得罪上帝 为什么上帝发这么大的怒气 把他们 把他们 让他们成为王国奴 他们总结的就是因为 他们与外邦人 与不跟随上帝的人通婚 所以他们他们自己的信仰 然后被被脱下水 然后后代也全部失落了 OK OK 关于这个烧前纸 这个我们新生命热线上 有一些我们老师们讲课 然后平台上转转成文字的都有 单身弟兄 单身姊妹 其实教会基督徒的这种 应该多给他们一些联谊的机会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讲这个挪亚 挪亚 挪亚的话 你想过没有 挪亚的三个孩子 我没时间讲那么多了 我只是说 暂时 哪怕暂时一时半会不能结婚 也不能去放下你的信仰 因为当你去找一个非信徒的话 也就是你 其实就是故意的选择 不遵耶稣为主 OK 然后你说 那我找不着对象怎么办 因为我找不着对象 所以我必须要去找一个非信徒 你的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的婚姻比上帝重要 我的婚姻在我的心目中比上帝重要 就是这个意思 你自己想想 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吗 你认为你的婚姻是你的上帝吗 你认为你的婚姻比上帝更重要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就是说 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就是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什么叫基督徒 不是说我嘴巴上说我信耶稣就行了 不是 是你真的要遵耶稣为主 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的时候 你要想想 他是我的主 他说我应该怎么做 好 我算个厕所 我就 我们就开始了 小秦上车所 这个期间我做一个广告 插播一个广告 如果是有参加过 这个基督教与科学杀龙的弟兄姊妹 可以今天晚上 同时参加我们的另外一个讲座 今天晚上讲座呢 是请的那个威敏审讯院的 普尔恩教授 他的讲的是旧约里的基督 那么在华人里边 我们的很多的时候 我们受到时代论 时代主义的影响 我们会把旧约跟新约 割裂的去看 但是神呢 是赐给我们66卷整本的圣经 在旧约中 就已经预言预表预备了基督 那么 我们如何更好地去解读 解读圣经 如何更好地去解经 在新约的亮光下 去认识旧约 那么可以今天晚上 北京时间九点钟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 祖母的会议室 那么这个普尔恩博士 会跟大家有这样的分享 小青我刚才做了个广告 这个我把时间给你 好好 还没到时间 你还继续做 没有问题 我其实已经讲完了 OK 这个 刚才这个周辉弟兄 介绍的这个 创造与科学 这个平台 以及这个机构 非常非常好 你们不光自己要听 我真的是鼓励你们 带着你们的孩子们听 因为现在 整个的这个 跟孩子的洗脑 实在是太严重了 他从小给你惯这个 这个进化论的这个东西 虽然进化论 你稍微动脑子想一下 他根本就到处都是破绽 但是因为你从小被洗脑的话 以后你再跟他讲圣经 讲上帝 要花很大的功夫纠正 所以呢 我们这个新生命热线 我们这个时间讲大课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创造与科学这个沙龙 他让我们用他的这个 Zoom的平台 这个创造与科学非常好 我也是他们的同工 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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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不是帮他们做了事 比方说 我帮他们翻译一本书的一个章 久后先生俩一个人翻译一章 然后我也曾在国内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聚会上跟他们分享过这个信息 因为我自己是学自然科学的 你们知道看我的背景 我本来学化学的 这个是 我是这个跟他们很多资料是美国的这个平台翻译过去的 我很蒙福 我大概在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就遇上了他们这个组织 所以我就开始读他们的东西 所以读了很多年 真的是非常棒 好 我们还有两分钟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班长 班长 你其实可以把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视频都给他们关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这样可以节省空间是吧 是不是班长 还好 现在人不是太多 如果人多的时候呢 如果有视频在传输的时候 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在美美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呢 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有时候是带宽受限制 那么如果有太多的视频呢 就会影响到周通效果 对 他一般是这样 就是开始了以后的钱 钱大概 开始以后20分钟 他大概一般会 最近的这七八次 他就会上来300多人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会 每次人数很固定 对 那就把它关掉比较好 就是大家自己也可以 你们自己可以把 你们的摄像头就可以 现在关掉了 OK 好 我就开始聊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已经进到大课久了 我们非常感谢你 这两个月来一直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主今天我们要讲 怎么样跟你祷告 就是怎么样跟你说话 怎么样跟你互动 主求你自己的您亲自在这与我们同在 如果没有你的您 主啊我们真的是说什么东西都是白说 也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 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 主啊让我们不要把这个当做知识 真的是能够开始操练 然后你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 成为你的见证 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 否则的话 单是有知识 我们的罪更大了 你真的是要用这个知识以后来跟我们算账的 主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 也帮助孩子自己 主啊别看我在讲 主啊如果我不活出来 我比这些听的学生 我比他们都差多了 求你怜悯我 真的让我能够把我所说的 能够自己 在我自己的生命中 能够活出来见证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我们已经上到第九课了 感谢主 九课 我们今天 要讲一下这个 祷告奉 应 应 永 应 应 应 是吧 我给你 应 的秘诀 我的家家话有 有几个字 不是有几个字 有一些内的字 很难交准 对不起啊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 上次我们讲了哈 圣经就这样妙啊 同样一段圣经 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读 都可以读出上帝的这个美意来 我们以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就那一段我们讲了五次 每次都从不同的角度 今天这一段也是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很多次 今天我们还是讲这一段圣经 但是今天我们从祷告的角度来讲 好我来读哈 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纳 有取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 夫席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竭尽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颜席的尝了那水 变得久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佣人知道 管颜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是把好酒 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纳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事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 弟兄和门徒 都下加白龙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讲过 为什么耶稣 称呼他的母亲 称呼妇人 我们也讲了 为什么中文翻称母亲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跟圣经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抵触 所以呢 中国文化觉得 这翻成妇人 大概会绊倒很多人 所以他把它翻成母亲 其实原文是妇人 我们讲了 为什么是妇人 讲了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 请你去听上面那一课 从这一段 你可以看见 耶稣的母亲 看见这边有一个困境 困境就是 大家会宴上喝酒 喝了就没了 大家正喝在信头上 没酒了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 所以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 告诉他 他们没有酒了 那是耶稣在地上 所以他的母亲 像这样的说话 现在耶稣在天上 我们现在遇到困境 跟他说话 其实他的母亲 跟他说话 跟我们现在跟耶稣说话 是一回事 这就叫祷告 什么是祷告 祷告就是你跟上帝 跟三位一体的上帝说话 就叫祷告 所以耶稣的母亲 他其实这就是一种祷告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的母亲这个祷告 就是说 他是怎么祷告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是怎么改变的 然后这个祷告 又怎么成就的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美的一个祷告 我们真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功课 好 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耶稣的母亲 遇到的这个难处 他向耶稣的这个祷告 蒙越纳的祷告 因为我们看见 耶稣也成就了他的这个请求 首先我们看 耶稣的母亲是按照上帝的应许 或者说上帝在圣经中 记载的真理来祈求耶稣 或者说祈求上帝 第一 所以是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祷告 第二是借着祷告 耶稣的母亲借着祷告 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 尤其是自己的价值观 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你亲他跟耶稣之间的 仆和主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 耶稣的母亲祷告完了以后 然后他就开始观察 顺服 配合 然后等候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基督徒 平时跟上帝祷告的时候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 好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耶稣的母亲 是凭着应许祷告 现在耶稣多大年纪 30岁左右 因为这是耶稣刚刚出来 行的第一件神迹 30岁 大概30岁的样子 所以耶稣的母亲 等待了多久 从怀耶稣那一天开始 到现在 应该是31年咯 是不是 而且在这31年 有没有应许 当然有应许了 而且是很多的应许 所以我们 我就 我就找了一点点 因为圣经太多了 所以耶稣 他成运的之前 天使就跟耶稣的母亲说了 圣灵要降在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 要阴辟你 因为因此 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也就是 耶稣的母亲知道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出来要做事了 而且上次 我们也反反复地讲了 说玛利亚 这个女人实在了不得 我真的是 是非常钦佩他 我经常会思想玛利亚 在他身上 真的可以学到 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 不得了的东西 就是玛利亚这个女人 非常的安静 他会琢磨上帝的话 把上帝的话 放在心里 反反复复地思想 安静 一点不先让 OK 就是他 在过去的31年 他一直仔细地观察 把耶稣思想上帝说的话 放在心里 耐心地等待 你想想玛利亚 你就会发现 圣经上 记载玛利亚的地方很多 玛利亚唯一的出来 主动说一次话 就是这一次 就是他出来说耶稣 你看这是婚礼 他们没有酒了 你是不是应该做了什么事 这是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 心里很有属天的力量的 这样一个人 你看耶稣长得稍微 耶稣出生没多久 他们不如报到圣殿里面 去把耶稣献给上帝们 当时有个先知西面 西面就跟玛利亚说 说我现在上帝可以释放我 我可以安然的死了 因为我已经看见了 救恩了 他就指耶稣这个婴孩 然后他说 这个婴孩 是上帝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明明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就是耶稣的妈妈 耶稣的爸爸 因着耶稣的养父 因着论耶稣的话都稀奇 也就是说耶稣的妈妈 从耶稣 成孕之前到小婴孩 到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在圣殿 他们回来没看见 在回家的路上 没看见耶稣回去 然后耶稣说什么 他妈妈一直在思考 所以他妈妈一直在等待 在等待 所以他其实是抓住上帝的应许 上帝是什么应许 上帝应许就是这个儿子 他的这个儿子 是上帝的独生子 会出来做事了 所以他等了等了等了 等了三十年 然后他就在想 圣经旧约不是说了吗 这是服侍上帝的这些祭司 这些立位人 什么时候出来干活 二十五岁 然后三十岁 也就是二十五岁的时候 出来到圣殿里面 开始实习 开始学习 然后三十岁的时候 就正是他干活了 我们来看一下民宿记 耶和华小义摩西亚伦说 你从逆位人中将割侠子孙的总数 照着他们的家世宗族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 你看三十岁就开始前来任职了 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 耶和华小义摩西说 逆位人是这样 从二十五岁以外 他们要前来任职 办会幕的事 到五十岁要停工 停任 不再办事 也就是他们二十五岁就开始来 三十岁又开始任职 我想这就是二十五岁的时候来 然后实习三十岁的时候 正儿八经的干活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 耶稣的妈妈就在想 他已经三十岁了 是不是 而且刚才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 然后施洗约翰 他的开路先锋也出来讲了 他现在出来了 然后他又收了门徒 然后又施洗了 所以基于这所有的这些情况 耶稣的妈妈就在想 这上帝的应许 他该出来 基于这种情况 他才说了一句 说你看他们没酒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你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耶稣的妈妈 在上帝面前 在耶稣面前的祷告 是凭着上帝的应许 而且是默默等待观察了三十一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这些 祷告蒙应容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都是基于上帝的应许 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祷告的 我们来看其他的例子 我们看这个摩西的这个祷告 摩西在上帝面前祷告 《民宿记》十四章 我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于迦南地的居民 那地那民已经听见你 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衣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 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面前行 如今你把若把这百姓杀了 若杀一人 那些听见你民生的列邦 毕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 拧近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 听着啊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 耶和华不轻易发露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裂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致父及子之道三世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 赦免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 常赦免他们一样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 赦免着他们 所以你看这一段 你就会发现 摩西祷告 为什么摩西祷告 很有能力 上帝听他的祷告 你看见摩西是抓住 上帝自己的应许 因为上帝说了呀 他说你看你自己说 要上帝呀 你说耶和华不轻易发露 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裂和过犯 然后而且你要把 这些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加兰底 那现在你把他杀了 那人家看着你 人家不就 这不就很 很 很就是说是 损坏你的名声了吗 是不是 所以看见没有 摩西祷告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当时 确实是很糟糕 很悖念 不信上帝 很惹上帝的愤怒 摩西看着他们也很愤怒 但是摩西呢 为他们祷告 记住好 摩西是抓住上帝的应许 抓住上帝的品格来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跟你强调 你要读圣经 读圣经干什么 你要在圣经上找一下 上帝给你什么应许 你祷告你凭什么祷告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有些人 你知道我跟有些人说话 我都急死了 你每次跟他读圣经 要他读圣经 他不读 然后他就不停的跟你说 说他祷告 他天天祷告 他祷告几十年了 他就是不读圣经 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祷告几十年 那几句话是上帝喜欢听的 说不定你说的那几句话 正是他鼻子上冒的烟 他听他气死了 你天天去惹他生气 你就不改一改 看见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祷告 好 好 这还有一个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祷告的一个人 但伊尼也是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祷告 但伊尼我们知道他是巴比能的 现在巴比能做宰相 然后他是被掳的 然后后来到这个大利乌 也就是波斯马代掌权了以后 他又在那个地方做宰相 我们来读一下带伊尼书九章一节 马代主雅哈随鲁的儿子 大利乌立威迦勒勒底国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带伊尼从书上 记住书上 书上得知 耶和华的话 您到先知耶利米 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宿 七十年为满 我便尽时 披麻蒙灰 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 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 守约是此爱 你看看带伊尼多会祷告 带伊尼在那之前 祷告这个没有 带伊尼书没有书呀 但这个地方呢 带伊尼他说从书上得知 从哪个书上 就从耶利米书啊 耶利米书上说得很清楚 就是对那些被掳的人说 你们去了 在那个地方 该种葡萄就种葡萄 该种庄稼就种庄稼 儿女该结婚就结婚 因为你们会在那要待七十年的 OK 所以呢这个带伊尼呢 他就推算了一下 推算了一下 从他被掳 就是第一批被抓到 这个以色列人 被犹大人被抓到 这个巴比兰去 这是这个时间开始算起 他算了 因为他到现在已经是 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五百三十九年 应该就这个事情 他算了一下 正好是七十年了 OK 圣经上上帝在耶利米书上 已经说了 七十年以后要 他们的被掳的时间就到了 就可以开始回归了 上帝的预言 就是他们被掳 就是七十年了 所以呢 大义你这个时候 就开始祷告 祷告就认罪 就求上帝开始成就他的事 所以祷告的时候 是怎么说 你看第四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 先认罪了以后 先然后说什么 说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神 说他是守约 向爱他守主诫命的人 守约是慈爱 这个爱他守主诫命的人是谁 就是戴伊尼 还有这个耶利米 耶利米留下这些 耶利米的书 说他七十年 上帝这个被弩的时间就到了 看见没有 所以你看见没有 他是基于上帝的话 上帝的应许 同时基于上帝的品格 什么品格 就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 言而有信 说话散述 上帝昨天 今天之道永远都不改变的 看见没有 所以我们祷告 我们要明白 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 我要抓住那个应许 在上帝面前祈求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 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 在我们所有的群里面 我们都强调 你必须读圣经 你没有借口 你必须读圣经 OK 你读圣经 认识上帝 你要读圣经 因为读了圣经 你才知道你怎么样 才能有效的祷告 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应许 OK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 好 刚才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举了丹伊尼的例子 举了摩西的例子 你自己在圣经上读这些 属灵伟人他们的祷告 你都会发现 他们真的是很会抓住上帝的应许 然后来跟上帝讲话 OK 很会 说到这个地方 我顺便说一下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言而无信 我们把这个言而无信 当作是谋略 我们的孙子兵法 这三十六计 我们讲的就是言而无信 我们就是靠言而无信而得胜 这就为什么 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 我们对这种信实 是很糟糕很糟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管教孩子 嘴巴一张信口开河 OK 所以呢 既然上帝是言而有信的 所以神的子民可以 因着上帝说的话来找上帝 跟上帝祈求 所以呢 你做父母 你跟你的孩子说话 你要注意 颠量着说 不要信口开河 上帝会找你算账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做不到的事 不要跟你的孩子说 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了 你就一定要做到 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孩子找你说 爸爸或者妈妈 你那天说什么什么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你不要发火啊 如果你做不到 你要向他认罪悔改 明白吗 你要按照你以前的承诺 你开始做 不管你的承诺当时多难 所以这就是什么 你不能做到的 你不要 胡说八道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因为你仔细观察 我们这大人跟孩子说话 就满口谎言 胡说八道的 比方说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明明出去 你要出去一整天 或者两天 然后你的两岁的孩子 缠着你 他不让你走 然后你就撒个话 妈妈出去 买个小棒棒糖给你吃 马上就回来 结果你回去 你出去一两天 下次他 你再出去 他就死叫活叫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信任你 因为你说话言而无信 是不是 所以要切记 就是说 从这个祷告 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 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上帝 我们自己 跟人打交道 尤其是跟我们的孩子 你不要有你的孩子小 不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孩子很吵人 就是因为他不信任你 你骗他骗多了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个中国父母教养儿女中 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好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祷告的第一要点是 我们有效的祷告 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祷告 那现在我就问你 你在上帝面前祷告 你想想你这一段时间 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你求上帝帮你做这做那 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的依据是什么 上帝给了你什么应许没有 OK 我们在这个辅导群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个现象 很多父母 认为上帝欠他的 上帝一定要救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的孩子 OK 然后他们引用的这个圣经 就是你当信主 你和你全家都得救 说你看 圣经上说了 我信主 我和我的全家就得救 这是解经的错误 这一句圣经应该怎么解释 就是说你当信主 所以你就得救 你的家人也会像你一样 如果他们信主 他们也得救 就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信主了 你的孩子就得救 因为你说你信主了 你的孩子得救 你为什么这样解释 是因为你在中国的文化 裙带关系 你就哎呦 我信主了 我的孩子跟着得救 上帝没有孙子 上帝也没有姻亲 上帝只有儿女 所以每一个人自己 在上帝面前 你信了你才得救 所以上帝没有说 你信了你的孩子 就会得救 但是上帝可以说 你可以拼命的 恳切的为你的孩子祷告 OK 你可以把你的孩子 献给上帝 OK 所以呢 有时候 有人跟我说 上帝说了 我信主了 我的孩子要得救 我说 圣家哪儿说了 我反驳他一下 他很恼火 所以你记住 上帝没有说 你信主了 你的孩子一定得救 记住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就想想 亚伯拉罕 是不是信心之父 当然是了 但亚伯拉罕的儿子 有几个得救 你是玛丽 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得救没有 没有啊 是不是 OK 然后 以撒 是不是信心伟人 都比我们是信心伟人吧 比我们的信心大吧 以撒的儿子 双胞胎儿子 长子都没得救呢 你嫂都没得救呢 是不是 然后这个 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 多少儿子得救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 再想想 挪亚 挪亚的信心该大吧 是不是 挪亚三个儿子 散 喊雅夫 几个得救 圣经上明确讲的 就是 散 得救 圣经上说 挪亚的神 也是散 的神 而且圣经上 你看圣经 你明摆着 这个 这个喊 就是 大洪水之后 你看到 他做一些事 就是 看着就不像个得救的人 做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 你要 要 记住上帝 给你什么应许 抓住他的应许 OK 抓住他的应许 明白他的应许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调整 你的这种期望 OK 好 所以下次 你在祷告 你跟我说祷告 我问你一下 你的上 你祷告上帝 依据什么 你要想想 圣经上怎么说的 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下 借着祷告 改变我们的三观 改变我们的 尤其是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当然价值观 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观 然后拟清我跟上帝的 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 有没有发现 我们一般的人的祷告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 把上帝当做主人 都是把上帝当个仆人 就是我告诉他 他做什么 我也没什么依据 我就是我的欲望 我就告诉他 然后我就反反复的说 然后我认为他就照办 他不照办 我就是这个神不灵 你经常会发现 有些人做见证 说他本来以前信耶稣的 结果呢 他现在不信了 为什么 这个耶稣 这个菩萨不灵 还不如他去拜一下 关公啊 其他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 其实他以前信的耶稣 不是圣经上的耶稣 他没有什么 圣经的真理的依据 全是他的欲望 OK 好我们看一下玛利亚 玛利亚呢 久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酒了 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看见没有 就是玛利亚 其实他这个祷告 其实他这个祷告是个非常好的祷告 刚才如果你听了我在讲的 因为玛利亚是基于上帝给的应许 然后算算时间 看看这个场景 看看耶稣最近的 他之前约翰福音一章 他的这些行动 他觉得耶稣这个时候 也该把自己显示给众人看 他是上帝的儿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有困难 耶稣的母亲才做出这样的祷告 才说你看他没酒了 你是不是该想点办法 是不是 耶稣当然要想办法了 耶稣当然会答复这个祷告 不是说想办法 耶稣当然会答复这个祷告 但是耶稣这个地方问的话 我们上次也讲到 也就是耶稣这个地方问的话 也就是告诉耶稣的母亲 现在你跟我做出这种 讲这种话的话 其实是一种祷告 其实是你要求我做的是上帝做的事 当我当耶稣是上帝的时候 耶稣的母亲在他面前 因为他耶稣的母亲跟耶稣是双重关系 上次我们讲到过 所以呢 耶稣这个时候回答他说 叫称他为妇人 我们上次也讲了 这个妇人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中国文化有贬义 所以你听着妇人 你会觉得很耿听得难受 这个原文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地方 耶稣告诉他 就是说耶稣是上帝 那耶稣的母亲 那就跟我们任何一个姊妹一样 在上帝面前 我们只是一个妇人 OK 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 跟任何一个 在 姊妹一样 在上帝面前只是妇人 所以耶稣这个地方是说 耶稣做事 他说他的时候还没到 他也有什么相关 那个意思就是说是 人你是不能控制上帝 命令他做什么事 他有他做事的方式 他有他做事的时间 你只能把你的问题摆在他面前 但是你不能命令他 你不能挟制上帝 来做你这样的事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 我一定要上帝满足我的这个要求 我现在生病了 我就是要 要求上帝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 OK 我们就碰到这样的 我时不时会碰到 或者我现在 我的丈夫有外遇 我就要求上帝 马上让我的丈夫回来 不要有外遇了 你看见没有 就是我们祷告的话 我们都没有理清 我们是主还是仆 我们像吩咐仆人一样 吩咐上帝 然后他不答应 或者一时半会儿 我们看不见果效 我们就对上帝有苦度 然后我们就气垒 然后我们就觉得上帝 他没笑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有问题 因为你的这个主仆关系没理顺 你的价值观没理顺 你把你要的那个东西放在上帝之上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你看耶稣的母亲 我不是一直说吗 这个姊妹 这个女人 这个姊妹 我以后上天堂 我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夸她 不是因为她生了耶稣 而是她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德 是我想 我也想 我自己身上也有一点 就是说她 耶稣的母亲 她的心真的是非常柔和呀 就是耶稣这样一提醒她 她马上调整自己的态度 她就不再去说 不再去做其他的要求了 因为她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 这时候她转身就对佣人说 说她告诉你什么 你就做什么 告诉你们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意思就是说 哦 对 是的 我们在她面前 只是一个妇人 从永恒的 从属灵的关系 所以只是一个妇人 只是一个人 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 所以呢 她是主 她怎么做都行 我们配合她 我们只是仰望她 我们配合她 我们祷告了 现在我们观望就行了 她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看见没有 就是马上把自己的三观里顺 马上把自己的三观里顺 你看见没有 她就遵马上她的态度 就是玛利亚的态度 就是她马上遵耶稣为主 虽然任何 要是我们中国女人 我们肯定说 哎呀 你说 儿子啊 我胜利了 我一盘屎一盘料 把你养蛋 你怎么能像这样呢 是不是 我们就会死抓住地上的关系 死抓住地上的那点本钱 我们来要挟 我们来操控 我们的文化就这样 我不是一直说 我们的文化 非常多的地方 非常抵挡上帝的 玛利亚这一点就不得了 所以呢 她就马上遵耶稣为主 然后等待耶稣的时间 等待耶稣的作为 然后就安静在那个地方等待 你看见没有 她就是马上把自己 放在仆人的位置上 马上就是耶稣是主 她决定她的时间 她做事的方式 她怎么弄都行 我们都千倍的在下面 观望等候 OK 好 现在有个应用问题 我问你一下 这个问题 如果你读着这个 你觉得跟你的故事 很相似的话 我绝对不是说你的 我告诉你 像这样类似的故事 我们有几十起 OK 很多很多 非常普遍 所以呢 我写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是把我们 过去这几年 非常普遍 最普遍的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 大部分的 姊妹问的问题 我把它 稍微把它综合一下 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绝对不是 针对某一个人的 好 比方说 你呢 听上帝的话 跟教会结束 或者你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或者你去教会 已经十年了 或者五年 或者二十年 我就随便找了个十年 十年是很多 我们见到 然后呢 你一直拒绝 把你的主权交给耶稣 耶稣 这是你的菩萨 你这是拥有他 你不愿意花时间 追求耶稣 你也不愿意把耶稣 当做你人生最重要的 你就是把耶稣当个菩萨 你有困难了 你就找找他 所以呢 上帝呢 一直借着教会 借着小组 借着其他的基督徒 借着属灵的文章 提醒你 说你应该 把你的主权 交给上帝 要遵耶稣为主 你不愿意 你就 有偶像 你的偶像 就是你的婚姻 你的偶像 就是你的孩子 你把你的一门心思 都放在你的老公身上 都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结果你把你的老公 掐的揣不过气来 你让你的孩子 你压的揣不过气 为什么 因为你天天就看中 你的孩子的身体呀 成绩呀 你就看中你老公 有没有花时间陪你呀 他又跟谁说话呀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你就把他们当做偶像 结果呢 结果呢 你发现呢 你的老公 或者你老公有了外遇 有了像好 不管是有个固定的人 还是在外面胡来 然后你要发现 你十几岁的孩子 问题严重 大家问的最多的 就是哎呀 我的孩子13岁14岁10岁了 他不愿意学习 沉寂一下下架 然后玩游戏 OK 问题很多 然后他跟我对抗 对打 对打都有 然后呢 你就开始发现 你的世界崩溃了 你就陷入抑郁了 你就来找我们 找我们呢 在我们群里面 跟着学了几天 你就熬不住了 你天天祷告 要求上帝 立刻改变你的处境 到 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 你就烦了 你就不停的来找我们 我们 我们不敢说 我们完全理解你 因为只有耶稣 完全理解你 我们真的说 我们同情你 不容易 是不容易 但是呢 我经常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过没有 耶稣等了你十年 一直在喊你回来 赠他为主 你都不愿意 现在呢 你自己做主 把你自己的生活 弄得一塌糊涂 你转身回来 你希望耶稣 在一个月时间内 把你的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 耶稣等了你十年 你连耶稣一年 都不想等 你说谁是主 你自己想想 你在地上做 做工作 你有老板 你的老板 你敢让你的老板 在那等你十年吗 你是不是你的老板 在那个地方 喊你做点事 你屁颠屁颠的 赶紧跑不及 是不是 为什么 耶稣让你等了 你 你让耶稣等了十年 耶稣让你等一年 等伴在你的不同意 你想过没有 谁是主 一定是你是主嘛 耶稣是你的奴才嘛 你就把耶稣 当成奴才嘛 是不是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你的问题 所以呢 当你每次难受的时候 你就像这样 想这个问题 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明白吗 你就想想 我这么糟糕 耶稣一直呼唤我 让我悔改 我就不愿意悔改 你想想 如果耶稣 这个时候满足你 你一让他祷告 他马上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你就继续把耶稣当奴才了 而且呢 你的这个日子一好过了 你又不要耶稣啊 你可能让耶稣 再等你十年 二十年 耶稣是 真的是对你充满了怜悯 如果你都没机会等他 说不定哪天死了 你就下地狱了 因为你没有 从来没有真正的 遵耶稣为主 这不叫得救 得救 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 是你必须遵耶稣为主的 口里和心里 当你遵他为主 你的 你的这个心意充满了 你一定会流露出来 如果你从来的行为 都没有遵耶稣为主 行为 我说行为 生命没有遵耶稣为主的话 你嘴上说他是主的话 那都是骗人的 OK 所以呢 经常思想一下这个问题 思想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呢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会 你会发现 当你们问我这个的时候 我会经常说 你不妨换一个祷告的方式 因为你以前的祷告就是 主啊 求你改变我老公 哎呀 主啊 求你改变我的环境 哎呀 让我的孩子快点听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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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但是你都是在命令耶稣 上帝耶稣来帮你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其实上帝等了你这么多年 如果不是你陷入困境 你会来到他面前向他护求吗 但是你护求的话 其实你首要的任务是你要跟上帝 跟耶稣把这个主仆关系 关系搞正 所以呢 换一个方式 祷告 主啊 求你 黏命我 饶恕我 我以前真的是很愚蠢 我一直没有尊丽为主 现在我非常感谢你 让我老公有外遇 让我觉得这么痛苦 这样我体会到 一个老公不忠 配偶不忠 我被 我被 被背叛的感觉 我就是这个淫妇 我一直背叛你 现在我能多少体会到你的心肠 然后呢 主啊 你看我的孩子 他这么背叻 他不听话 主啊 我非常感谢你 我的孩子不听话 这样我就看见 我在你面前做孩子 我比我的孩子在我面前 还差若干背 我就是那个背叻的孩子 你 竟然等了我十年 我一天都不想等我的孩子 改变 我恨不得他今天晚上就改变 否则我看了他有多久有期 但是你竟然等了我十年 我在你面前做孩子 还比不上我的孩子在我面前 是不是 所以主啊 求你帮助我 我需要改变 我需要从现在开始 遵你为主 然后呢 主啊 我求你改变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改变我 OK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快点改 OK 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现在你不改我 你就把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改了 我又会回去背起你做淫妇 继续做淫妇 继续追求其他的偶像 我不要你 求你帮助我 让我你知道 当我能够跟你形成跟你有一个固定的这种亲密关系 固定的主仆关系后 那个时候你不需要用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做工具来修礼物 他们自然就会变 他们即使不变也不会让我痛苦了 看见没有你祷告应该换一种方式 因为你的祷告是要改变你 首先要改变你 要改变你跟上帝的关系 你不要老求上帝改变其他人 改变环境 OK 因为改变了 如果上帝把你周围的环境都改了 你就更不需要改了 是不是 所以上帝是要改变你 所以换一种祷告的方式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做辅导的时候 我会经常像这样 把你往这条路上引 把你往这条路上引 你可能觉得 小秦老师怎么这么残忍呢 其实是帮助你 好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 第一点就是 第一点什么 我现在年纪大了 转眼就忘了 我第一点说什么 第一点就是按照应许祷告 第二点就是借着祷告 改变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你看中什么 不看中什么 就是你那之前 从来没有看中过上帝 那你就要养成 看中上帝的习惯 记住啊 养成看见上帝的习惯 是需要花时间的 上帝知道 他马上把你的环境改了 你就又回到原点了 明白吗 所以第二个是要 改变你的价值观 改变你的人生观 人生观就是 以前你的人生观 因为你的价值以前是看中你的婚姻 看中你的孩子 所以你所有的追求都放在 跟你的老公的关系 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你又没有智慧 结果你把他们都快掐死了 看见没有 把他们快掐死了 然后呢 现在上帝是要你松手 抓住上帝 因为你掐不死上帝的 所以你抓住上帝 追求上帝 多花时间注目上帝 OK 然后把上帝 把耶稣当做你的主 这是第二 第三呢 好 第三呢 还有些人呢 说 当信了耶稣 那是不是就什么事都不做了 耶稣就来帮你做事 不是 如果耶稣帮你做事 耶稣就是你的仆人 明白吗 那是你对圣经的真理的理解的偏差 我们来看一段 看这段圣经 所以约翰福音二章五节开始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什么 你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竭尽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剩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好 首先说这个缸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喝水是怎么回事 我今年52岁 我52岁 我小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喝水是怎么回事 我是在一个小城市 小城市的城里面住 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自来水的 刚才是没自来水 所以呢我们的水是井水 你知道我从十岁开始 我妈妈很心痛我爸 因为我爸爸有甲状腺 我妈怕我爸爸早死 所以呢我从十岁开始 我们家的水 打水劈柴 是我和我弟弟那样做的 所以呢我记得很清楚 你说我十岁多高啊 没什么力气啊 我弟弟呢 比我就小一岁 我弟弟后来十来岁的时候长特高 但是之前还是很矮 所以呢打水是很麻烦的 我看着这个打水 你现在说着很简单 你们没打过水 你不知道这个厉害 特别是夏天 我跟我弟弟俩呢 就我们俩就是拿着一个大木桶 那个木桶啊 他总泡水啊 死沉死沉的 那个桶很沉的 所以我们就拿个扁蛋 就是那个竹子 竹子做的扁蛋 那个桶呢 就放在中间 那我弟弟比我矮的时候呢 他就在前面 我就在后面 后来我弟弟长得比我高呢 他就在后面 我就在前面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井里面 就把那个桶掉到水底下 然后你弄来弄去 然后经常那个桶还掉在水里面 然后你再想办法 那个钩子也把它勾住 然后你就把那个水弄满了以后 你就跟他弄个咕噜 搅啊搅啊 就就就就 搅啊搅啊 就把那个水搅上来 然后两个人帮忙 就把那个水拖到这个井边上 然后我跟我弟弟那儿就抬着水 就往家里走 我们家那个缸 我们家那个缸呢 大概可以放五桶水 他这个是可以放两三桶 哎呀 夏天的时候 我的天哪 你就光那个膀子 就是你穿那个很薄的衣服嘛 你每次挑完水 那个膀子都痛了 就就就就就放在这个地方 犹太人 我们上次看那个撒玛尼亚富人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住在城里面 但他们的井是在城外面的 他是非常辛苦的 他给六个手 六口十缸 然后去每一个缸里面 弄两三桶水 在外面去去把它给弄来 他们这可能是用这个用头顶 这个不像我们用扁担 他们是用头顶 但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很辛苦的事 所以你看见没有 玛利亚跟耶稣祷告完了以后 他们调整了他们的姿态 调整了他们的心态 遵耶稣为主 耶稣说什么就做什么 你看见没有 耶稣说什么 他们做什么 他做不做事 他做事啊 是不是 而且还很忙 六个缸 然后去弄水的话 每一个缸两三桶 如果两桶的话就十二桶 如果三桶的话就十六桶 来来回回还跑到城外去 很辛苦的 是不是 弄完了以后呢 然后还要把水摇起来 摇起来送给管宴席的 你摇起来 你就没喝过 就让你送给管宴席的 你记住你可是仆人啊 仆人你在这个场合里面 是最下贱的 最低层的 人家管宴席的 人家是这个婚礼主人家 人家请的就是最尊贵的 最有体面的 在大概在方圆市 是最最最好 最最牛的人呢 叫思义 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家乡 办葬礼办婚礼 请个思义 都是请那种 能说会到在方圆 很有人缘 然后谁都喜欢的那种人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 那个是个自由人 还是一个很有头面的人 然后你是个仆人 很多仆人 都是没有没有自由的这种人 所以你这样一个人 你耶稣来了 你你现在我们知道是耶稣啊 他是上帝的独圣子 那个时候你不一定知道啊 或者你就知道一点啊 是不是 你你我们现在回头看 我们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但那个时候 这是耶稣行了第一件神迹啊 是不是 所以他很要信心的呀 而且你记住 他他跑了半天去弄了这么多水来 然后还让他咬一瓢水 然后去送给管宴席的河 如果你没信心 你敢做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 当你祷告完了以后 你要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以后 然后你在上帝面前 你要安静 安静什么 不是说你啥事不做 只是说不按照你自己的欲望 去做你自己的事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你你现在没有配偶 你已经25岁了 在你们家乡可能算是个大年纪年的 我告诉你我的大儿子28岁 也没结婚 我那个老二26岁 no 25岁 连对象都没有 我一点不着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不结婚 他如果找个不幸的 还不如他不结婚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结不结婚是次要 他一辈子是不是跟随主餐是重要 他如果一辈子40岁才结婚 也没关系 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早结婚呢 他如果那个时候年轻的那些好的 所谓好的所谓单身的都没了 没关系啊 以后谁谁成了寡妇 谁的丈夫 谁是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的丈夫死了 他带着两孩子 如果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嫁给我儿子 我觉得也很好啊 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孙女啊 上一堂课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你要超越在地上的血缘关系 为什么 因为地上的血缘关系 过了这个门啥 啥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基督徒 你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要改变 这样的话 你就会很有自由了 否则你会被你自己的这种 这种世俗的这个东西捆绑 你就承担你的世俗的这些思想的奴隶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仆人 你看见没有 耶稣的母亲和这个仆人 你看见没有 他们不是说 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就等着耶稣 等着上帝 他把我的事跟我全部解决 不是的 他也不是说 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不相信他 我很着急 我自己想办法 我到处去买酒 然后我到处问人家 你在哪弄点酒啊 等等的 不是的 就是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 我们该做的 做完了以后 我们要安静在上帝面前 我们要仔细观察 看上帝让我做什么 OK 你还是要做事的 就你祷告完了以后 因为他是主 主的话是他跟你指方向 具体的事还是要你自己做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或者他跟你带个人来 做一些什么事 但是呢 具体的很多事 还是要你去做 OK 只是说他是主 所以你不按照自己的欲望做了 你是等着上帝的带领来做 OK 但是我们人的问题 我们呢 因为你要记住啊 上帝呢 我们在 我们遇到困境中 我们注目是我祷告以后 上帝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注目的是这个祷告的结果 今生今世的这个结果 但上帝注重的是什么 上帝注重是我在困境中 我借着祷告 我跟上帝的关系 我能够更加认识上帝 明白吗 所以这是上帝注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其实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 他不需要这个 这个用人去把那个钢浇满水 你知道水的分子是 是H2氧 这个仪纯就是酒的 他是碳2H5氧 也就是他是从无机变成有机 也就是从无到有 耶稣他能够从把水变成这个酒的话 他也能够让空坛子 突然间自己就满了 就是酒 而且还飘着香味 他完全可以这样 但是他为什么非要让这个仆人来做这件事 这是上帝做事的规矩 上帝做事的习惯 OK 这是圣经上说的 圣经上多处讲到 我这是哪一节给你们看看 阿末斯三章七节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 他的仆人众贤之 就一无所行 也就是说上帝 上帝在乎的是 他跟他的儿女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在乎的是这些事的具体的结果 看见没有 我们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要看重上帝所看重的 我们要注目上帝所注目的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观察知道上帝要做什么 你知道很多人说 我就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 你的根本问题是 你不以上帝的注重的为注重 你不看重上帝看重的东西 你的价值观有问题 这就为什么你看不见上帝要做什么 如果你以上帝的价值为价值 以上帝的看重为看重 你就会不一样 你就能看见他要做什么 OK 其实你的根本问题 是因为你的价值观没变 所以你需要改变你的三观 所以你看见没有 所以呢 上帝做事 他完全可以变水为酒 或者变什么都没有就变出酒 完全可以 但是他为什么他要找人来打这个水呢 因为这个打水的这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就对耶稣更加认识 跟耶稣建立关系 明白吗 所以这就为什么 耶稣其实不指望 不巴结你替他做任何事 也不巴结你替他传福音 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说实话 耶稣也不巴结我周小新 今天在这跟你讲课 我算老几 我算了个什么东西 明白我的意思吗 耶稣我在讲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实话 我的收获比你们还大 我就在琢磨琢磨想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我也需要改正 我的价值观也要重新调整 我有些东西也需要提醒 我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经理耶稣 我就乐得不得了 所以你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不在乎你有多少人听 哪怕只有一个人听 我讲给我自己听也挺好的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 我经历主耶稣 所以呢 记住你的注目是 你遇到任何事 你的祷告不是这个结果 而是在祷告中 你经历上帝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 你要注意他要做什么事 他一定会找同工的 他找什么样的同工 他一定找那个愿意听他话的嘛 是不是 你看这个仆人 他要他做啥 他就做啥 是不是 所以你想跟上帝同工嘛 我跟你说 我非常想跟上帝同工啊 OK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 我要看中上帝看中的 我才能够 上帝有什么指示的时候 我才能够看得见 如果你不看中上帝看中的 你当然就看不见了 是不是 好 所以你看见没有 第三点我们讲 玛利亚和这个仆人 就在观察 因为 因为这个 耶稣 耶稣的妈妈 就是玛利亚 不是跟这个仆人说吗 他们 他告诉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当他说完了以后 你说仆人干什么 仆人他肯定就 留在耶稣附近了 随时听指挥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安静等候了 是不是 然后就 就观察了 然后耶稣一旦有指令 他马上就准备好了 随时就行动 是不是 而且行动 不理解 这水咬去 给管眼鞋的喝 不理解也没关系 既然他说了 我就照着做 OK 看见没有 好 我们 所以看见没有 所以不是说 你祷告完了以后 你就啥事都不做 而是说 你不再按照 自己的欲望做了 OK 而且你认真观察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调整你的价值观 就是你看中 上帝所看中的 刚才我没讲了 上帝看中的是 你在这个困境中 你遵上帝为主 你不再把他 当作你的仆人 而且你思想 他上帝的品格 上帝的应许 他到底说什么 这样的话 就会逼着你去读圣经 了解他的话语 逼着你改变 你看中的东西 你就不要再 拜偶像了 是不是 这样你的思想 就改变了 改变了以后 你在那个地方 随时随地 你就可以跟上帝同工了呀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你顺服上帝 有时候这样的话 他会告诉你的事 你即使 你不是全明白 你也可以照着做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经历上帝 好 我们来讲一下 生活的应用 生活应用呢 比方说你祷告 我说第二个吧 第一个你看看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第二个呢 你祷告 求上帝拯救你 那个物理的 不听话的 巨婴孩子 他都把你烦死了 他大学毕业了 或者高中毕业了 身强力壮 他也不去上班赚钱 天天在家吃你 喝你 然后躲在家里 然后上网玩游戏 还跟你吵架 还发脾气 结果呢 他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他陷入很大很大的麻烦 具体什么麻烦 你们自己知道 各种各样的麻烦都有 你祷告了呀 你要遵耶稣为主啊 你要在那静静的观察 看耶稣让你怎么样去合作呀 结果呢 你看我们多半的父母 就是这样的 你祷告了 上帝就开始做工了 上帝做什么工 上帝就让你的孩子 陷入更大的麻烦呢 为什么 因为他不陷入更大的麻烦 他怎么会认罪悔改回头呢 是不是 结果你呢 你刚刚祷告 上帝回答你的祷告 上帝开始让你孩子更麻烦了 你马上跳进去 拦住上帝做工 你就问你的孩子的罪买单 你说哎哟 我的心很软呢 我舍不得看他受苦啊 你看你不光是走拦上帝 在你儿孩子身上做工 你还 为你自己的罪 找借口 你说你的心软 那意思就是你是个好人 什么心软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标准 放在上帝的标准之前嘛 你就是自己要当上帝嘛 你就是不愿意 争耶稣为主嘛 看见没有 你是在得罪上帝 你却为你自己 贴一个好的标签 找借口 你这样你说 你说你这之前的祷告 不就白祷告了吗 是不是 而且你这个过程中 你更加认识耶稣了吗 你还是你是主 耶稣还是你的仆人 然后到头来你还觉得 哎呀这个神他实在不宁了 他一点不宁 他不听我的祷告 你看是上帝不听的祷告 还是你自己进那儿瞎搞 打岔 是不是 好 我们再讲个第三哈 第三就是你的丈夫呢 有婚外勤 哎呀有婚外勤啊 你烦死他了呀 你祷告啊 求上帝改变你的丈夫啊 求上帝改变你的丈夫 结果你丈夫一回来 你就有气 你管不住 你就开始胡说 然后呢 最近你发现你的丈夫回来呀 你的丈夫脾气更大 他脾气一大 你就跟着他对着吵 甚至他发现他染上性病 咱们先别说他染上性病 就是那丈夫回来就很烦躁 烦躁的就 他一烦躁你也烦 你就跟他对吵 你就不想一想 为什么你丈夫最近烦 说不定这就是上帝 在做他的心中做工 为什么 因为那个外女 外女现在想上位 他也开始烦他了 烦他 烦那你丈夫就很烦了 你丈夫就想跟你离婚了 但是他又有一些舍不得 因为他跟你有孩子啊 你们俩毕竟是老感情啊 然后他就想 他就看着你 所以他很矛盾的 矛盾他看着你 他就心烦 烦呢 他又想离开你 他又舍不得离开你 他烦了他就发脾气 他一发脾气 结果呢 你说你蠢不蠢 你蠢不蠢 这明明是上帝在做工 结果你就 再跟你丈夫吵一架 就把他推给人家 你丈夫 结果回来看 这个圆佩面目丑陋 还是那个女的好一点 虽然那个女的也烦我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安静 祷告了以后 要改变你的态度 上帝 耶稣是你的主 你要做个仆人的心态 要安静等候 玛利亚等候了三十一年 你想想 你在上帝面前一直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为你等了十年了 现在让你等一个月 你都不愿意等 就挠我 天天就挠我出来 不愿意赠耶稣为主 耶稣好不容易 又给你制造一点条件 如果你 如果你丈夫回来 对你很愤怒 你吵的话 你就温柔的说 你怎么了 哪不舒服呀 他一心想 哎呦 你看那个外女 这几天把我烦死了 还是我这 我这个原配好 你不就 他不就又跟你 你不又跟他拉近一点吗 虽然他这个 因为人际关系这个东西 他一般来讲 他是偶蛋四年的 他不可能一刀就砍断了 啥都没有了 你想想 你如果跟 你跟人家有什么纠葛 你什么时候一刀就砍蛋了 就没有偶蛋四年了 你既然你都是这样 你为什么对人家要求那么扩刻呢 是不是 你需要等待呀 给上帝时间呢 因为上帝也等待你那么久了呀 是不是 所以你看见没有 就是祷告完了 你 你要配合上帝 你自己要改变的呀 OK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还有很多例子 咱们就不讲例子了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祷告蒙越拉的秘诀 第一就是 你在上帝面前祈求 你一定要有上帝应许和真理的依据 在哪 在圣经里面 这就为什么我一直 督促你们 提醒你们 你要读圣经 你要去在圣经中了解上帝的属性 他给你有什么应许 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 所有他的儿女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 真的很多很多的应许 你要去了解 OK 好 上次我讲过上帝给我的应许 我读博士的时候死那个儿子 也怀着老二 也没有人帮忙 我先生也读博士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难看 觉得自己特别羞愧 我就抓住上帝的应许 说主 你说 凡信靠你的 一定不羞愧 所以我就信靠你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要相信我的感觉 我就是不羞愧 我就像这样走过来 OK 所以要抓住他的应许 第二呢 你是要接着祷告 改变你自己的三观 你清楚 耶稣是你的主 你是仆人 你不是仆人 你不是主人 你不是来训斥耶稣 喊他 吩咐他做事的 在这个过程中 要改变你的喜好 改变你的 抛弃你的偶像 OK 第二个 第三 祷告完了以后 你的态度也是单正的了 你的三观也是单正的 你的价值观也是理顺了 你的人生观也理顺了 第三个就是开始仔细观察 顺服 配合 看上帝 要你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配合跟上帝一起做事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样的话 你就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家人 如果遇到难子的话 你就不会 跳进去就帮他 解决物质的问题 你就要把这个 神的这个真理 跟他引进去了 好 我呢 我的那个脑二 死倔 很倔 上初中的时候呢 我们这美国 经常有人是这样 做的 就是 看着你觉得很荒唐 在 就是 我忘了是 是冬天 是能转热 还是热转冷的时候 你知道能转热和热转冷 那总有几天 那个温度起伏很大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早上很暖和 头一天也很暖和 但是我看到天际预报说 第二天会降温 会降到明度 明度以下 但是呢 白天还是比较懒暴的 因为我们在美国北方 我就跟他说 我说 儿子 我说 今天我看天际预报 说下午的时候会非常冷 你是不是多穿着衣服 他说不 他说我身体很好 我不怕冷 结果那天早晨 这孩子 穿着短裤短袖就上学了 正好那段时间 我们这儿 有人得了老莫言 死了 OK 所以呢 德拉老莫言死了呢 结果我儿子到下午的时候 学校的护士就给我们打个电话 说他头痛的厉害要爆炸 说要我马上带他去医院 我就把他带他去医院 我就祷告 祷告你知道吗 我就没有求 说 先一定要治好我儿子 还是怎么着 我就跟神说 主啊 你看 你现在做工吗 你看 你就开始对付他了 我说求你给我智慧的言语 知道怎么引导他 所以呢 我就开车去接上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头痛的厉害 要爆炸 因为他从来没头痛过 所以他有点担心 他等老莫言 我说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我今天衣服穿上了 我说OK 然后呢 我就带着他 我看着他很紧张的样子 然后在医院里面 急诊室等医生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亲爱的 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有什么感觉跟妈妈讲 他说我非常恐惧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恐惧什么 你是不是怕死 他说是的 我就心想多好机会啊 感谢上帝 就平时就自己觉得自己 十几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 刀墙不弱 太好了 上帝吃这么好的机会 我就很镇定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 你不能告诉他 你不会死 那我跟他说了 他不就更觉得自己 又刀墙不弱了 是吧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今天死了 你去哪呢 他想了一下 我想我会去天堂 我说你为什么去天堂 这样的话 这不就很好的机会 我就跟他两个人 我就把那个福音给他传了 又确信他要遵耶稣为主 他之所以没有遵耶稣为主 是因为今天他没听妈妈的话 他同意说他以后要改正 好 我们说的非常好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今天 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看医生 他不是还有 还有这个 父母还要付一点钱吗 我说你看见没 今天妈妈带你来看病 完全是你造成的呀 是不是 妈妈带你看病没关系啊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你犯了罪 让我跟你付这个 这个 自付的那部分 你觉得是不是不公平啊 是不是 你这样是教他 知道 罪是有后果的吗 他说是的 他应该付这笔钱 最后我没让他付 我说妈妈给你恩典 所以你看你不又交了恩典 恩典 责任 后果 然后借着他怕死 你要把这个福音也传了一遍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机会 就是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你要安静思想 上帝借着这个事给你什么机会 你不要一上去 哎呦 因为你的孩子是你的偶像 你就想着的全是他的身体 他的学习成绩 这样你就把他属灵的教导的机会 全给他浪费了 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我现在把这个 关上 然后你们可以问一下问题 我们有点时间问问题 我把这个 录像的 关上就行了 OK好 有问题可以举手 小秦老师能听见吗 能听见 能听见 我想问一下 现在就是在教会里常常说 有家庭的祭坛 我不知道您在自己家 也有这样的事情吗 带着三个孩子要读经 要祷告 要坚持天天做这些事情吗 我的孩子都是成年人 他们小的时候 你们是这样 是这样呢 就是这样 他们说叫祭坛 干什么呀 其实你叫什么 名字是次要 就是你要养成习惯 不光带他读圣经 你要教他怎么认识上帝 教他怎么了解 这个上帝是 上帝做事的方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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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 我不知道我以前讲过没有 好 我那个大儿子 大概十岁的时候 这很多年前 我大儿子已经28岁了 OK 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这家在钱上管理的 就比较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在物质上 太满足他 我就没有任何给他 就是说给他额外奖励 他就不会在乎任何东西了 所以呢 平时就给他们多少钱呢 干什么 我们都是很有讲究的 给讲究呢 所以我的大儿子呢 所以他很节俭的当时 所以呢 他就 我的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隔壁那个房子的 是个印度孩子 过生日 所以我的十岁的生日 所以我的儿子呢 就决定要跟那个孩子送一个礼物 送一个礼物呢 他就 他在那之前呢 他一直问我 说妈妈 你说 他那个时候 他一直在读圣经 每年读一遍 他说 妈妈 他说 你一直说 基督徒是可以听见上帝跟你说话的 我怎么从来听不见上帝跟我说话呢 我说 亲爱的 我平时都跟我们家孩子说 这叫Honey Honey就是甜蜜 英文比较好说 我说 亲爱的呀 我说 如果你是真的认识耶稣 你信靠他的话 他一定会跟你说话 你就等着吧 别着急 他有他的时间 因为他是主 我说好 好 机会就来了 你看见没有 你就要注意啊 你总是要注意 所以呢 他就 他就跟我说 妈妈 我现在拿了一个打折券 打折券呢 你们带我到某某商店去买那个 原价是40块 现价是10块 我想买了送给他 你看是个电子游戏啊 你看我的儿子想的多美 因为我们家钱管理的电子游戏管理的都很严 所以他平时在我们家不能那么放肆的玩 所以他就想他跟他的朋友一起过生日 买了送给他朋友 40块钱变10块 然后买了 然后还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多好 一举三得 所以呢 他想的特美 好 我就说好啊 有一次我就带着他 他拿着他打折券 好 我们俩就一起去商场 我就去买我的菜 他就去那个地方 所以我买完我的东西 我就到电子游戏那去看他 看他呢 他就 脸色有一点不太对 他就把那个东西指 说就这个 就这个 OK好 我一看 那个电子游戏的面上 就像个巫婆 看着特别邪恶 好 我就跟我儿子说 我说你觉得上帝喜欢我们买这个回家吗 我说你看那个生命机上 不是说任何这些detestable 就是任何恶心的东西 不许带回家 上帝不会让我们回答 我说上帝 你不要说话 现在 我说上帝不会让我们买的 我说他就很不高兴 就跟着我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他就咕噜咕噜 跟他爸爸咕噜咕噜 所以我先生说 刚才怎么回事啊 我说他怎么了 他说他跟我咕噜咕噜 我说你刚才在那个电子游戏前面 我说呢 妈妈看见你的脸上 很增扎 你是不是心里有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说 哎呀真好 我买了这个一举三德呀 又便宜 我送给我的朋友 我还可以玩 另外一个声音就说 不能买 上帝恨我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妈咪 这两个声音 哪个是你的声音 哪个是上帝的声音 他说当然了 我想买 上帝不让我买 我说你看见没有 上帝跟你说话 只不过是你不想听 这就是上帝说话 上帝说话 多半的时候 是我们不想听的声音 而且他的声音很微弱 在我们的灵里面讲话 所以我把他压一下 他说 我就压下去了 我说你看见没有 他说知道了 所以他就再不跟我 闹了 所以你看见没有 你带孩子的时候 你的孩子 你小的时候 把他引到上帝面前 这样的话 他 他你就会发现 他对抗的不是你 他也会意识到 他对抗的不是父母 其实他对抗的是自己的 这个 是自己的这个 罪恶的这个老我 好 这个问题啊 谢谢 谢谢 小琴 小琴老师 我想问一下 这个第一点 就是按照圣经的 按照 按照 神的应许 按照圣经的应许 去祷告 对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神的应许 跟神的主权 是一种什么关系 比如说圣经当中的应许 有千万条吧 对 比如说有一句应许 就是 如已经赐给我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对 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孩子 对 能害我 对 还有就是 主把他的平安 留给了孩子 主所赐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赐的 主要我们既不忧愁 也不胆怯 对 所以这些应许呢 比如说我信主啊 我读到第一句的时候 有点这个 觉得是对我说的 然后读到第二句的时候 或者读到别的应许的时候 就觉得不是对我说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应许跟神的主权 是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在这个阶段 我如果抓住这个 这个神感动我 对这个应许有反应 它是不是就是 这个是上帝主权当中说 让我能够 这个应许在我身上实现 如果说这个 我读了这节应许 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不是就是上帝的主权 就说这节应许 现在还跟我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 不对 我先说一下这个不对 因为现在的话 等于你把你自己的感觉 当作是非标准 这个是最危险的 这是不过 这是普遍的人犯的问题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只要写在圣经上 不管我的感觉如何 那就是给我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说一下感觉 感觉是一个显示器 感觉是什么 就像你的汽车里面 你如果开过汽车的话 你就发现汽车里面 有很多显示灯 所以你的引擎 有显示灯 引擎显示灯 是吧 你的闸 也有闸的 撒车的 显示灯 OK 圣经上说我们人犯了罪 我们整个人 整个心思意念 全部是坏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 不光我们的 我们的撒车是坏的 我们的引擎是坏的 我们的方向盘是坏的 我们的显示灯也是坏的 也就是我们的感觉 也是坏的 但是问题是 你会发现 绝大部分基督徒 他们认同说 他是个罪人 但是他总把他的感觉 认为是正确的 你会发现 我们需要引导 我们的感觉 我跟你打个 很简单的比方 如果你做过父母 你就会知道 你的孩子 你很爱他 你那天 你很高兴 你买了个糖 买个冰激凌送给他吃 第二天他不听话 你把他屁股打了一巴掌 比方说 你训斥他一通 你第一天跟第二天 你是不是同样爱他 一定是的 但是他第一天跟第二天 他对你爱的感觉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对 你说他的感觉 是不是不靠谱 我们在上林面前 就这个问题 所以不要把你的感觉当为 这就为什么 我跟你说 如果我靠我的感觉走 我会很惨 因为我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的这个个性 我是过去七年 我每过一段时间 当我的孩子 离开家 我会自动的陷入抑郁 陷入抑郁 我这个感觉极其坏 就像一个 106在那里 如果想你 那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对 就像自己 掉进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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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我什么 都不想做 你说我跟着我的感觉走 我就会死掉 我知道很多人 抑郁像这样 就会死掉 但是呢 我跟我自己讲 主啊 我希望你把我的 这个坏的感觉拿走 但是呢 即使你不拿走 我不被他牵着走 我该吃饭 我不想吃 我也吃 我该睡觉 我睡不着 我也睡 睡不着 我就起来读神经 我该干啥就干啥 所以我就像这样 但是呢 你说他马上会走吗 没有 这个感觉会一直 到现在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讲完课 我站在外面 我时不时 我这种东西就出来 因为我女儿离开家 这次她回去要两个星期 我这个感觉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我不让我的感觉控制我 我该做啥就做啥 所以我基本上 我坚持 三个星期以后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被我的感觉牵着走 就陷到里面去了 其实很多抑郁就是这样的 你的感觉很坏 你就相信你的感觉 所以这就为什么 你看我在我们的 我辅导全面 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就是说你的感觉是个骗子 他天天骗你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你的孩子 你今天你对他 你给他买个冰激凌 他觉得你爱他 爱得不得了 明天你训斥他一通 他就觉得你对他不好 其实你两天 你对他的爱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他的感觉 他不靠谱吗 所以这就为什么 基督徒你要特别注意 我反反复复提醒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改变这个习惯非常难 就是我们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 但是我们却把我们的感觉当作是一个正确的东西 来相信 小秦老师 我想问一下 那圣经上的所有应许都是对我们说的吧 只要我们能够抓住它 这个应许就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是吧 是的 问题是你读应许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你们背圣经 默想圣经不能知哪一节出来 今天我本来还想讲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九节 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应许是有条件的 上帝是要你在这个应许中 你要自己 你那部分你要做什么 你不能你自己不做 你祷告了 你就等着他把应许给你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祷告 这三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你必须要跟上帝合作的 你不合作 那个应许是不能在你们 这就像为什么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是 应当一无挂礼 凡是借着祷告起庆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一般的人就背着两节 就是六到七节 然后他总是说 那我还是没平安的 那我还是没平安的 为什么 因为他应该把八节九节背下来 因为你没有到那没有停止的 下面上帝跟着就跟你说 八节就说你要操练你的思想内容 九节就马上就说你要操练你的行为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就是说 让你给我们很多应许 应许是有条件的 我要记住这个应许是在什么条件下 圣经当中有很多无条件的应许 也有很多有条件的应许 这些无条件的应许 是不是就是只要我是神的儿女 是基督徒 这些应许必然在我身上实现 是的 如果说是有条件的应许 就是说我按照这个应许的条件做 这个应许的结果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 而且我想问一下 这个叫做这个圣经当中 比如说有条件的应许 有千万有一千条 然后这个一千条 我并不是每一条应许都做的 那个条件都做到了 是我没有做到的那个应许 就在我身上不会实现 而我做到那个条件的应许 就在我的身上会实现 有条件的应许应该是这样 对 如果你因为你如果不跟上帝配合的话 是的 很多时候你是 就像我们不是说了吗 上帝跟你说要你不要忧虑 然后说要你操练思想 你就不操练思想 你就天天坐在想你以前那些事 你当然你就总会忧虑 你就不会还不会行了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按照下面的做 对 好 你我不能都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 我看看这个 这个是说我的孩子不愿意读圣经 怎么办 你的孩子如果小的话 大了你就不能管不住他了 只要他在你的名下还小的话 他不愿意读圣经 我不知道你读不读 你读的话你就喊着他说 妈妈现在读圣经 在我们那一起来读 你就陪着他一起读 是不是因为很多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有自律 有些人是如果旁边有其他人 做那个事的话 他就比较好一点 就像我样的 我不太喜欢锻炼身体 但我又知道我必须锻炼身体 所以没有疫情的话 过去十几年我就去上课 跟着大家一起锻炼 否则让我自己锻炼 我没办法坚持下去 我知道我的这种弱点 所以我就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说不能停止聚会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大部分人 是需要在一个群体里面 彼此鼓励 你才能够做到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 哪些方面很弱的话 你可以陪着他一起做 你也做 你说妈妈现在读神经 咱们现在啥也不做 咱们就坐在一起读神经 OK 好 秦老师你好 能听见我声音吗 听得见 很好 那谢谢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孩子 现在是十一年级 他面临的是那个大学专业的选择 就是 就是在神的应许 这一条上就是 我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只知道说圣经说 牵手做正经事业啊 就是孩子他是需要有一份正经事业 是吧 是的 就是但是 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啊 就是什么事情还是要 有很多人就说 那孩子的应许 那你孩子的专业 你就祷告 你就祷告 就都交托给神啊 那我是想 我们既然祷告交托给神 就像说 神会应许 但我也是需要有我要做的事 就像您说的是吧 肯定的 肯定的 对 我跟我的孩子就有一个探讨 就是他 现在目前就锁定一个方向 就是工程类或者说医学 然后其实我 我最心内心当中 我是比较希望他学教育 但是他对教育是一点 好像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现在我有点纠结 他我就是 学医学 我是想他能够就是 更多的服侍 因为这方面比较帮助人 我是想他能够将来有这个服侍 服侍人的机会 就是成为人的祝福啊 我是这样想 但是我又不敢干预他太多 因为我是怕杀 拦阻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作为啊 所以这里面我有一个纠结 因为您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 走过这一段啊 对 所以我是想说 关于我孩子的一个大学专业 这个时期 我应该如何的去 我当然是要祷告啊 但是说实在的话 目前我还是 没有那么清晰 就是他应该到底是选择工程类 还是他在教会学校读书啊 就是对 我孩子的我的三个孩子 我三个孩子 我三个孩子的专业都是我们影响出来的 我是有些专业 你要明白有些专业 专业本身的根基是歪的 你要引导你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我的孩子很小 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 你要早早说 因为如果他太晚了 他十一年级 他已经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什么 你再说 其实有点晚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你们说 生命纪第六章 那一段教导 是从第四节到第九节 他把孩子的教导分成几段 第一段的话 是你要反复教导 也就是大概 我觉得那个大概就在孩子八到十岁之前 因为孩子跟孩子成熟度 而且你孩子的排列顺序不一样 其实他的成熟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要在这个孩子十岁之前 你就要开始影响他的专业 真的 所以我 因为我会去了解一下哪些专业 他的根基都是歪的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我一直跟我的孩子们说 长大了 不能在你三十岁之前 或者二十五岁之前 不要学心理学 我是一直跟我孩子说 我说因为心理学 你们心理学不是科学 心理学是一个抵挡圣经的世界观 教的是世界观 不是科学 OK 心理学是个什么世界观呢 心理学就是 他否定人的灵性 否定上帝 否定人的罪 所以他把人的问题 都归绝在物质的范畴内 这就是个世界观嘛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问题的话 你是物质的世界影响的 这就为什么你会到 人的环境里面 和你自身的身体上找原因 所以他已经把你的原因的 这个范围跟你界定了 这个范围本身 这个前提假设就是错的 就是抵挡圣经的 明白吗 如果你进去了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钱 你即使学的是错谬的东西 那你成了你的养生之道 你不就也做了吗 就像为什么很多人学的专业 从根基上都是错谬的 但是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 他将错就错 他就坚持错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要了解一下那些专业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我的孩子们说 你们尽量要学一些客观的东西 因为你在你的思想 不是很成熟之前 你不要学太多主观的东西 因为主观的东西 特别在某一些社会 现在以前是美国好一点 我跟你说实话 现在美国这些人文学科 也全是新老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跟我的孩子说 你尽量的学客观的学科 不要学主观的 因为主观的 或者你读研究生 你一进去就学进化论 你想想 你说你学那个东西 他就是错的 但是问题 那就是你的养生手的 你不学吗 你不就 只有极少数人 在这种环境中 上帝把你打造出来 让你成为抵对他的 转过弯来以后 来挑他的刺 问题是来拨斥他 问题是绝大部分人 你进去了 你就被洗脑了 所以我是这样 从小我就一直跟我的孩子说 哪些专业你要 你暂时要避开 我等你成熟了 你30岁再去学习 你去学习 你就等于是在批判他 你不是在被他洗脑 这个时候可以 对 所以你其实应该影响你孩子的专业 好的 谢谢小秦老师 他目前选择的就是 主要是工程 所以我跟你说实话 你的孩子选择可能比你还好一点 教育现在全学心理学 好的 感谢主 那就是上帝在他心里 因为我跟他是探讨这个事 实际上是比较早的 就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 我也是引导他的内心 然后用神的话教导他 感谢主 就是他到了 对到中学 他现在马上 他九年级 八年级他就跟我不断的探讨 说妈妈我应该学什么 然后其实就是 哎呀 还是说感谢主吧 就是一直这么多年 也是我以前让他自己祷告 然后我也为他祷告 但是他后来后来现在落脚 应该就是大概落脚在这个工程类 感谢主 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专业吧 对 工程很客观 很客观 其实说孩子是这样子 他学客观的东西 你也不能说让他 不学一些主观的东西 主观的东西就是你做父母的 要多引导 比方你引导他读一些什么书 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这样的话就免得被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世俗的这种洗脑 实在太严重 全世界都这样 现在美国 美国这个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泛滥成灾的 这个整个教育系统 就被这种 抵挡上帝的这种 势力给垄断了 功力教育 好的 谢谢您 小星老师 好 谢谢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那个了 因为我 我现在是晚上 我跟你们晚12个小时 我明天早上还要教课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结束了 喂 小星老师 小星老师 你好 听到吗 听见了 听见了 很好 我就是我儿子 有10岁 就是他这个做主意了 让他做 他不做 你说吗 就是按照圣经吗 你说去管教他 让他尽力吗 弄力吗 他嘴巴说得好 但是他转脸 立着背着我的面 又不做了 这马上考试了 报名 他也没有报到 真的 我就觉得有点 你说不管他吗 又不行 管他吗 他又不听 你说这个怎么办呢 10岁的孩子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想读书 不想做作业 他就是想玩游戏 玩那个 这个 则则 画画呀 搞这些 就去打球啊 玩 他就是想玩 为什么就是想玩 就不知道啊 这个 肯定是读书 那些东西 太枯燥无聊了吗 画画好玩啊 怎么叫不知道 你想想就是这样 这就为什么 你就帮助他 怎么样把他的学习 挑起他的兴趣来呀 你想想你自己 你想想你自己 你愿意做些事 为什么有些事 你不愿意做 就是那有些事 引起你的兴趣吗 有些事你不感兴趣吗 是不是 所以要帮助孩子 就是对他的这种 要挑起他的兴趣 做父母的 就是说 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你光看表面现象 怎么带孩子嘛 我的那个大儿子 到16岁了 不爱学习 不爱学习 有一天夏天 16岁的夏天 上高中 成绩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呢 我就跟他说 你今天夏天 打算做点啥 我 因为他一直不爱学习 我就想 那总得要 有个一技之长 以后他是个男的 他还养家糊口呢 所以我就一直让他 把他的数学 我来管他的数学 所以就让他还是很有趣的 他还愿意做 因为我管他 不是他学校 他觉得学校的 教的数学太烦人了 所以呢 有一天夏天呢 他就 他就说我 除了做你那一点点数学 我任何学习 我都不要做了 我说那可以 没关系 上帝在圣经上 没有说你一定要学习 但是上帝在圣经上说 你不干活就不能吃饭 所以呢 你既然不愿意学习 很简单 那你呢 你说你以后长大 怎么做啥 我说你18岁以后 我们就不养你了 你自己说 以后你怎么 准备怎么养生 你猜我的大儿子说啥 16岁的时候跟我说 以后我就做过中国厨师 我说那也很好啊 中国厨师也需要人做呀 我说不过你知道 做厨师也要 也有那个卖得出 饭卖得出去 卖不出去的 你做的太难吃了 没人买的 那你怎么养生嘛 所以呢 既然要做厨师很简单 那从现在就开始做 所以呢 你16岁 那我们家夏天的饭 就全你做了 他说那可以 因为他既然说了 因为你看见 我按照圣经的原则 跟他说 你可以不读书 但你必须要 要有一技之长 而且这一技之长 不光能养活你自己 还能养活你 以后你的妻子和孩子 我说你选一个吧 因为你16岁了 再过两年 我就不养你了 你这两年就做准备吧 他说好 好 他就跟我们做了 一下天的饭 OK 怎么做呢 就是 我 我每天早上上班特早 我就去了班 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 我就 或者我跟他打电话 或者他跟我打电话 他就跟我谈 今天晚上我们要吃什么 我就跟他说 从冰 从冰箱里面拿什么东西出来 因为他16岁 当时还不能打工 因为他没到16岁 因为那夏天是夏天 那9月底他才16岁 所以呢 他就把冰箱里面 把肉拿出来 解冻 菜洗好 米饭煮好 然后我因为很早上班 所以我下午4点钟 我就到家了 因为我的公司 我上班的地方 一定我家也很近 回来以后呢 我就教他怎么切肉 剁菜 边切边跟他讲 你发现没有 炒肉的时候 按照中国式的炒菜 为什么那个肉要加淀粉 为什么 因为蛋白质他一加热 他就变性 他就变得硬朗一些 太炒痕了又老了 然后呢 这个蔬菜呢 哪一种蔬菜 他炒了 他硬的就变软 哪一种炒了 就软的就变硬 你看见没有 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碳水化合物 和这个蛋白质变性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以后学那个高等化学 他就会讲这个 因为蔬菜所有的食物 它都有化学性能 和物理性能的 OK 然后他的化学性能 就决定他的味道 物理性能就决定他的口感 我说你发现没有 他哇 还有这样的东西 我说你看见没有 所以想做个好厨师 你也得懂一点科学嘛 所以呢 明年呢 后年呢 你学物理化学的时候呢 你就特别琢磨着这些问题 好不好 我说呢 而且呢 你要做这个厨师也很简单 你就到餐馆去打工 你问问人家的生活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那种生活 以后那个能不能够你养家户口 所以呢 我那个大儿子就一直在餐馆打工 我告诉你 打了工以后 跟我说 妈妈 我再不能 我今后 我发现 我想偷懒啊 我想以后做个厨师 因为学习太难了 我想做厨师 我发现做厨师啊 比读书还难啊 所以我不做厨师 我还要读书 所以他痛苦万分 他严重多动 我大儿子是严重多动 多动症 从幼儿园开始 老师就要他吃药 我坚决不给他吃药 我说他就是个性 就让他玩呗 就让他多做点体力活 所以呢 咬紧牙关读书 我大儿子已经博士毕业了 工作了 硬是把博士都读下来 痛苦万分 整个过程 但是他知道 他必须要读书 因为他 他试着去做书 觉得不好玩 OK OK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好再见 下星期见 所以我这个孩子可好玩 自己说 我怎么就没想通 我怎么竟然 把博士的东西 还是统计学的博士 你看 你还没想通过 我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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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没想通过 对 对 对